现在的陆飞和大妈挤挤开 其实我觉得陆飞不适合面对大妈这样的对手 他可能更适合面对凯多尔卡尔这种都是比较正经的 比较爷们的这种打实价的这种 大妈跟陆飞有时候有点像 两个人都很白痴 大妈的话他偏向魔法攻击 陆飞的话 有一天更倾向展现他跟超强对手 实打实肉到肉的这种战斗 所以大妈跟陆飞如果打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无趣的 可能确实罗跟基德跟大妈打的话 更合适一点 罗的那个智商 基德那个磁力能力 罗的这个手术能力 有一种魔法大战的感觉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精彩的 那回到陆飞跟大妈现在挤挤开的问题 乌书把凯多过来 凯多跟大妈在之前 也是打了一天一夜不分胜负 所以大妈看上去很蠢 表现非常拉胯 但大妈人家是天生邪神 人家基础的这个实力在 陆飞的一些战斗天赋 对上大妈的话 其实不好游漏的 而且大妈其实挺难搞定的 大妈可以通过霍米兹 可以通过吸收这个寿命 不断加强 不断恢复 尤其在这个霍米兹的层面 罗用他的这个 仿制激进果实的能力 很好的克制的大妈 就是大妈这种对手 适合智取 像罗这样的 结合基德这种蛮力 这种硬势力 这是比较良好的 可以打败大妈的方式 那大妈对上陆飞的话 这两个人都是怪物 这两个人都可以 不平的站起来复活 两个都有点白痴 其实陆飞的一些优势 反而不是那么明显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可的是 陆飞现在实力 已经到了另一个级别了 很强 发挥极致的话 我觉得陆飞 现在是搞得过大妈的 所以跟绿牛那次相似 那就大妈4.9 陆飞5.1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